你是一个盲人 你已经忘记了这是你在灾难爆发后求生的第几天 一大早领队就进入山洞叫醒了所有的幸存者 你们这支幸存者组成的队伍总共有五个人 分别是领队老刘 你和男友周全 以及一对姓李的夫妻 你们是在灾难刚爆发时逃出城的公路上认识的 当时不知道出现了什么情况 整条公路全部被堵死 你至今都忘不了坐在车上交集的等待 以及慌张的周全将你从车上拽下来时 响彻整条公路的惨叫狂笑和绝望的哭嚎 你看不到当时的画面 但那些甚人的撕裂声 骨骼折断声 不堪入耳的辱骂 以及恶犬一般的咀嚼声 已经在你的脑海里形成了一幅恐怖至极的末日景象 你听周全说过 城市里的人全变了 他们都像疯子一样大笑着虐杀周围的人 即使至亲也不放过 你还听周全说起 当时和你们一起跑出来的邻居 那个大叔被自己的孩子把脑袋塞在车轮下面 然后他大笑的妻子启动汽车 就像碾碎泡芙一样 大叔的眼睛脑浆挤压的到处都是 而他的两个孩子还大笑着 边吃这些东西 边把父亲的血肉涂在身上 你在小的时候 因为一场意外完全失去了视力 所以周全的描述 已经在你心里构成了一幅可见的画面 这个世界真的疯了 不过很幸运 你和男友逃连的那条公路 然后你们这个在逃亡路上相遇的五个人 就组成了小队 躲进了山里 根据老刘所说 在机场那边有一个医院 灾难刚爆发的那一段时间 很多人都在传那个医院 受到了军方的保护 现在手机没有信号 那个医院已经成为了你们最后的希望 被周全搀扶着走出山洞 黑暗的世界里 你听到了风吹过山谷的声音 如果不是这个狗屁末日发生 这种大自然的静谧 说不定会让你觉得十分享受 下一刻你听到老刘的声音 从你的邪先方传了过来 他说根据他多年网约车司机的经验 绕过前面的村子 再走过一些山路 翻过山头 差不多就可以到达医院了 听到这句话的理性夫妇也来了精神 周全也凑到你的身边 小声地鼓励你 马上就要成功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你点点头 是啊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吧 简单地吃了一些早餐后 你们便跟着老刘 向着下一个目的地出发了 公路和城市已经变成了人间恋狱 现在你只能希望周围相对封闭的村落可以好一些 可就在艰难地穿过山间小路时 一阵腐烂 伴随着血腥的恶臭 钻进了你的鼻子 你急忙拉住周全 小声地告诉他 前面好像有东西 听到你的话 周全的步子放缓了一些 他提醒走在前面的老刘 注意点 现在山林间好像有些问题 话音刚落 你就听见前面的老刘 疑了一声 接着 跟在你后边的李太太也惊叫出声 你听见李太太带着崩溃的哭诉 这该死的地方怎么回事啊 那些疯子怎么可以把人这样 就像腊肉一样 掏空内脏挂在树上 这时 李先生安慰自己的太太 没事的 那些人都病了 没有办法的 不要去看这些了 看你往前走吧 就那样 你忍着逐渐浓烈的血腥和恶臭 在周全的掺服下 从这片人肉树林里穿了过去 感受着脚底不断传来的粘稠 滑溺 你努力告诉自己 那些不是人类的内脏 那些只是泥土而已 见识了刚才的人肉树林 整个队伍变得警觉起来 原来你们所想那些疯子并不会进入山林 但现在看来并不是那样 甚至你有种预感 接下来的孙子估计也早已变成了人间炼狱 就那样 你们的队伍极为谨慎的在树林间穿行着 可不知为何又是一股似有似无的怪味 被你敏锐的嗅觉捕捉到了 这个味道很熟悉 有点像煮熟的糖浆 外加还有一些奇特的咸味 你仔细的回忆着这股熟悉的味道 好像在不久前就闻到过 到底是在哪啊 渐渐的 随着回忆 你脑海中一些事情越来越清晰 当你终于回想起这个味道在哪里闻到时 顿感几倍一凉的你紧紧的抓住周全 颤抖着告诉他危险来了 周全有些不明白你的意思 此时的你感觉嗓子仿佛被什么夹住一般 半天都说不出话来 最后你终于如同嘶吼似的告诉周全 那些感染者 你闻到了那些感染者的味道 那些疯子就在周围 周全听到你的话 有些难以置信的停了下来 周围人见到你俩停下 也纷纷停止了前进 老刘走过来询问发生了什么 你告诉他们 你闻到了感染者的味道 话音刚落 一旁的李太太扎着嘴表示 怎么可能狗鼻子也没这么灵吧 你应该是长时间精神紧绷了 你想要和他们解释 这个味道你闻到过两次 一次是刚爆发的时候 当时你只顾着逃命并没有注意 第二次就是在公路上的时候 当时随着感染者越来越近 这种味道也越来越浓烈 不会有错的 虽然相比之前现在的味道非常的淡 可这一次绝对有问题 就在你想要解释自己的感觉时 突然身边一阵进风刮过 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头顶掉了下来 接着爆裂声带起的血腥味 充满了整个空间 黑暗中你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只听到李太太的惊叫 以及不断从周围响起的爆裂声 就在这时 你感觉自己忽然被一只手抓住 狠狠的一拽 重心不稳的你 瞬间向前倒去 随后一阵令人作呕的爆裂声 在你的身后响起 感觉自己被抱在怀里 你的内心也没那么恐惧了 不过你却感觉到 此时正抱着你的周全 正在控制不住的颤抖 还好 在你身后响起那阵恶心的爆裂声后 一切好像又回归了瓶颈 就连你之前闻到的怪异味道 此时也消失了 只留下了浓重的血腥味 你小声的询问周全 到底刚才发生了什么 沉默了一下 周全告诉你 刚才有一群应该是感染者 从树上不要命的跳了下来 而且这些疯子 都是头朝下 想要扑人一样 所以 他的口气 周全继续告诉你 李先生刚才被感染者砸中了 两个人的脑袋都快嵌在一起了 不过剩下的几个感染者并没有砸到人 就在这时 你听到了李太太撕心裂肺的哭嚎声 但没有时间安慰 也没有时间停留 老刘催促着你们继续向村子的方向前进 天知道这片林子里 还有没有其他的感染者 李太太跟在你们的身后 不停的哭泣着 你现在已经有些习惯这种事情了 这么多天以来 你身边的朋友 同学 一个个的不断消失 死去 甚至连家人都没有了联系 而这个世界连给你穿口气去悲伤的时间都没有 就那样 在周全的搀扶下 你磕磕绊绊地在树林里穿行着 老刘所说的村子应该快到了 因为此时你能闻到那股关于感染者的味道 是如此的浓郁 在闻到那股奇怪的味道后 你恐惧地抓住周全 提醒他千万不要靠近那个村子 你能闻到在那里肯定有很多的感染者 经历了上次的天降感染者 这次对于你的警告不止周全 就连其他人也相信了许多 黑暗中你听到一个脚步声越来越近 接着老刘的声音从你的面前响了起来 他询问你到底是什么味道 你是怎么可以闻到感染者的 你小声地回答自己也不清楚 接着将前两次闻到感染者的经历告诉了众人 可当你刚刚讲完自己的事情后 突然觉得肩头一痛 好像有人狠狠地打了你一下 然后你感觉搀扶着自己的周全松开了你 随后就是一声脆响 好像一个人挨了一巴掌 你听见正在哭泣的李太太不停地骂你 怎么这么重要的事情现在才说 要是早点说他的丈夫也不会死 他骂你是个扫把星 说你是个有心机的婊子 随后你听到老刘上前的劝阻 以及周全凶狠的威胁 周全提醒李太太注意点 现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法律了 如果因为这么大点屁事引起内讧 自己会杀了他 你听到这句话也交接地劝告周全 不要冲动 就那样经过一阵短暂的扯皮你们的队伍稍微平静了一些 对于你所说的村子里应该全是感染者的话 老刘也不敢去试错 于是你们计划从村子旁边比较险峻的山路绕过去 虽然这样会导致你们的路程多了不止一倍 但总好过穿越那个遍布感染者的村子 定好目标后 你们便跟着老刘从村子旁边的山林摸了进去 可没走几步你就意识到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也许是因为村子里的感染者聚集众多的原因 即使在山林间你也依然可以闻到感染者的味道 也就是说那些感染者不是靠得很近的话 你根本感知不到他们的位置 你现在甚至都不确定山林间有没有其他感染者存在 当得知你的问题后 其他人也停下行动 有些不知所措 此刻的你们深刻的意识到 也许无知才是一种幸福 因为现在这种危险无时无刻不缠绕着你们的恐惧 正如硫酸一般侵蚀着你们身上的每一寸精神 在商讨了一番后 你们还是打算按照原计划进行 毕竟山林间也只是可能遇到感染者 总比穿过村子真的遇到感染者强得多 而这条基本没人走过的山路很明显崎岖异常 再加上你看不见的缘故 一些沟壑和山谷 要不是周全帮忙 你根本过不去 有时候你甚至怀疑 假如不是自己能闻到感染者 老刘他们很可能早就把你放弃了 当然周全不会 就那样 你们小心翼翼的在崎岖的山路上缓慢的行进着 为了保险起见 老刘基本走几分钟就会凑过来 紧张的询问有没有感染者靠近 刚开始你还可以耐心的回答 但后面就有些无奈了 因为你现在的压力很大 那种关于感染者的味道一直缠绕着你 而你们所走的山路 现在也不太平 一路上的血腥味十分浓重 按照老刘所讲述的话 灾难爆发的时候 应该有不少村民想要逃出来 如果在草丛间看到挂着的腐烂脏器 想都不用想那一定是人类的 甚至有一些靠近村子的山路 泥土都是红褐色的 这些感染者虐杀人类 甚至都不像丧尸那样 只是为了填毛肚子 他们会为了玩 会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在你们从一片树林里路过时 有一具从树上掉下来的尸体压倒了李太太 还好那具尸体挂的距离并不高 李太太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 而听周全所说的话 附近有好几棵树上都挂着尸体 他们如同上吊一般 被自己的肠子缠住脖子挂在树上 有些肠子腐烂了 尸体就掉了下来 当然很明显 这些尸体都不是自愿这样的 因为有些肠子是从剖开的肚子里取出来的 有些甚至直接是从下体里拽出来的 这些死者在将脖子挂在树上的同时 甚至还有一节肠子连着他们的下体 你都有些难以想象出那是什么样的画面 此刻的你不知道是不是该庆幸自己看不见这一切 忽然在这阵血腥味中 你感觉那些属于感染者的味道突然浓烈起来 有些东西在靠近 或者说你们可能靠近了一些东西 你急忙拽住周全 惊恐的告诉他那些疯子来了 听到你的警告 周全一边抓紧你一边提醒周围的人 感染者靠近了大家小心一些 可不知为何你虽然闻到了愈加浓烈的感染者味道 但是却没有听见感染者发出来的狂笑 就在这时周围的草丛一阵乱响 真的有人过来了 紧接着你感觉自己被周全拽到了身后 然后就是粗重的呼吸声 怪异的嘶吼声 以及刀刃撕开肉体的声音 不知过了多久 随着两阵重物倒下的声音 你听到老刘和周全不停的喘着粗气 此时那股突然逼近的奇怪味道也消失了 明白这一丝危险解除的你松了口气 一边的周全又一次拉过你 让你不要担心 这一次只有两个感染者已经全搞定了 可这时老刘略显疑惑的声音也传进了你的耳朵 他表示这次出现的感染者有些奇怪 一个下巴和舌头全被生生撕裂 另外一个嘴里塞了一大块石头 根本发不出声音 这些感染者做这一切 好像都是为了让他们不要发出笑声一样 老刘和周全都不理解这是为啥 难道这些疯子已经意识到人们可以通过他们尖锐的笑声去躲避他们了吗 虽然你能感觉到这次病毒感染后的感染者并不像传统丧尸那样完全失去神志 但做出这种事情只是为了埋伏人类吗 对面有点太夸张了吧 在经历了这次的事情后 你们整个队伍都陷入了不敢前进的恐惧 上一次树林中遭遇的那些感染者由于事情发生的太快 周全和老刘等人已经完全想不起那些感染者 是不是也对嘴巴进行了改造 不过在上次你们没有听到感染者的声音看来 这一切并不简单 然而也正因如此 你能闻到感染者味道的特长 让其他人都把你当做了救星 就连之前想要攻击你的李太太 也会时不时的询问有没有感染者靠近 可此时的你却感觉不到任何的高兴 甚至相比之前的简单恐惧 这一次所有人的命仿佛都压在你的身上 让你有些喘过气来 最后再又进行了一番商讨 你们做出了一个愚蠢而又大胆的决定 你们打算在靠近村庄的山路旁行进 既然根本分不清感染者具体的位置 与其被动等待那些感染者靠近 还不如主动出击 借着能闻到近距离感染者味道的优势避开他们 从更近的路更快地穿越这片人间炼狱 不然靠着你们现在的行进速度 想要去医院可能又要经历几天才行 而且这一路上天知道 还会遇到多少无声感染者的埋伏 看来现在所有人真的都把命 堵在了你的身上 混沌的黑暗中 你努力集中精神去分辨感染者味道的远近 可越靠近村庄 那股味道也就越浓郁 加上巨大的压力 甚至你都开始怀疑自己到底能不能做到这一切 不过还好你的嗅觉起了作用 在一片村子旁的灌木丛中穿过的时候 你感觉前方的味道浓郁异常 于是你急忙抓住周全 失忆前方有危险 得到你的警示后 整个队伍立刻停了下来 紧接着你隐约听到老刘等人穿过灌木丛的声音 随后老刘退了回来 他小声地告诉周全 前面的草丛里有两个感染者 正在和野狗一样交购 不过他们的嘴巴很正常 没有大笑 可能只是因为沉迷于眼前的事情吧 再又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 确认了真的只有两个感染者后 周全让你和李太太在原地稍等一下 与其绕过去 不如先解决掉面前的两个麻烦 叮嘱好后 周全便和老刘向着前面的两个感染者摸了过去 当周全离开你的身边 你突然莫名的感觉 整个人都处于无边的大海上一般慌张迷茫 这个时候 你感觉李太太凑到了你的身边 由于他之前攻击过你 所以你不由的握解了之前周全递给你的匕首 还好李太太这次没有想整什么幺蛾子 他小声的询问你 怎么得到的这种神通 是不是家里一直有什么信仰 他也想信仰一下 你无奈的告诉他 自己也不清楚 可能是因为失明的原因 导致嗅觉灵敏一些吧 又扯了几句有的没的 你感觉到 那股浓郁的感染者味道已经消失了 明白周全已经干掉感染者的你 松了口气 这时 随着周围观目丛的异想 你感觉周全再次来到了你的身边 就那样 解决掉两个感染者的你们 打算接下来就靠着你的能力 遇到少量感染者就偷袭 遇到大量感染者就绕看 可接下来出现的事情 完全打乱了你们的计划 本来按照老刘的感觉 你们还有一半的路程 就可以绕开那个村子了 可就在下一刻 甚至都不需要你闻到味道 离你们稍远的林子里 就传来令人胆寒的大笑声 而且很明显不止一个人 加上不停的骂着脏话 听上去至少有五六个感染者 黑暗中 你感觉周全抓着你的手握紧了几分 老刘的呼吸也沉重了许多 此时的你们 明明已经感觉到那阵声音越来越近 但根本不敢加快步伐 因为你们不确定前进的方向 有没有其他感染者 而且过大的动作 很可能引起那些疯子的注意 而那些感染者的大笑 离你们越来越近 你们现在只能屏住呼吸 慢慢的在灌木丛里穿行 那些如同鬼魅一般的笑声 越来越近 一直到最后 几乎你已经感觉到 他们中有些人 已经来到了你们的身后 此刻抓着你的周全 也停止了步伐 根本不敢发出任何的声音 那股怪异的味道 再加上这些感染者 身上散发出的血腥恶臭 让你不由自主的有些反胃 可你强撑着忍住了 也许是上天的眷顾 在那些感染者的声音 几乎贴到你们的耳边 甚至你已经清楚的感觉到 身后的灌木丛 因为有人路过而晃动时 那些感染者 并没有发现潜伏的你们 他们依次穿过村子外的土坑 向着村子里走去 随着声音的越来越远 你们的队伍 总算松了口气 这时你听到李太太小声的抱怨 她说不应该从村子旁边走 很明显那些感染者会出入的 不知为何 听到有人说话的 你心里咯噔一下 随后你意识到 你心中的恐惧 并不是因为李太太所说的内容 而是因为你清楚的感受到 附近还有感染者的气息 而这个气息离你是那么的近 果然 当李太太抱怨完后 一阵刺耳的狂笑声 从你们身边的草丛中响起 你听见周全骂了一声 接着便拽起你 开始在灌木丛中狂奔 之前那些离开的感染者 仿佛也听到了声音 纷纷追了过来 随后各种不堪入耳的辱骂 以及令人浑身发毛的狂笑 就在你们的身后 如同复古之躯一般紧追不舍 还好你们经历了几天的逃亡生涯 你和周全已经有了一定的默契 需要跨过沟壑或者障碍时 周全会提醒你 而你也会大步绕开 只不过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 在跑了一阵后 你听见周全绝望的骂了几句 大概的意思是 没想到慌不择路之下 你们在村子外面 跑到了一个山壁的边上 而现在你们只有两个选择 一是回头对抗那些感染者 二是冲进村子寻找庇护 很明显两个都是必死的决定 只是冲进村子 好像不会死的那么迅速 于是紧接着你就感觉到周全 拉着你换了个方向 开始疯狂的奔跑 可身后那群感染者 依然在不屑的追击 感受着脚下的路途 逐渐由柔软变得坚硬 你明白 你们已经冲进了村子 可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之前那些紧追不舍的感染者 已经让你的嗅觉失去了意义 诡异的味道一直缠绕在你的周围 你根本分不清前面的路 会不会有其他感染者 随着身后那些狂笑的声音越来越接 你感觉自己即将就要被抓住 然后被那些感染者生吞活泼的时候 拽着你的周全大声提醒你 前面有台阶 你下意识地跨步 迈过了那些你看不见的台阶 随后砰的一声 你感觉前面好像有一扇门被周全踹开了 跨过门槛后 你听见周全大声地招呼 你身后的人快点进来 然而在李太太进屋后 周全直接关上了房门 听着周全不断搬东西 去堵房门的你 有些好奇的询问 老刘没进来怎么就关门的呀 周全的声音有些无奈 他告诉你没办法 接着你听见他拖动着什么 试图去堵住不断被冲击的房门 此时你听到另外一边的李太太 颤抖着告诉你 刚才老刘摔倒了 根本来不及 说到这里 李太太就没有继续说话了 这个时候你才注意到 此时的屋外不止有狂笑 大叫 以及疯狂的砸门声 其中还夹杂着歇斯底里的惨叫声 又一个同伴失去了 虽然你之前觉得 同伴的不断减少 已经让你麻木了这个疯狂的世界 但无外那些惨叫 以及感染者癫狂的笑声 都让你不由的感觉浑身发寒 突然你感觉有什么东西 向着自己冲了过来 然后你就被扑倒在地 恐惧至极的你挣扎着 想要推开扑向自己的东西 当摸到这个人的脸时 你才发现是周全 于是你急忙停止了挣扎 而周全的声音这个时候也响了起来 他让你小心一些 这个屋子外面虽然是防盗窗 但玻璃已经没了 刚才你站的位置靠窗户太紧 差一点就被一个感染者伸手抓住了 话音刚落 你听见李太太略带绝望的询问周全 接下来该咋办 他原来就是做门窗生意的 这种防盗窗也就暂时有点用处 假如人多了 完全拆掉也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周全叹了口气 然后你听见周全抽出刀刃的声音 他告诉李太太现在没有办法了 如果李太太愿意 自己会尽量让他减少痛苦的死去 当然还有自己的女友 随后你听见周全叫着你的声音 周全表示他会在绝望的情况下 让大家尽可能没有那么痛苦的死去 最后他会自杀的 你明白周全的意思 毕竟即使看不见 你也经历了太多幸存者 被感染者虐杀致死的事情 甚至在之前 你们的队伍还见到过一个被感染者铺开肚子 当成公厕的人 那时你们的队伍里 还有一个医学院的学生 按照他的说法 那个可怜人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极度痛苦 才彻底死去 而那个学生后来被感染者抓住了 听之后李太太的描述 当时队伍跑远 回头用望远镜再看的时候 那个可怜的孩子被绑在木棍上 像是烤乳猪一样 架在火上不停的翻烤 而他的惨叫声如同愉快的乐曲般 让周围的感染者围着他兴奋的手舞阻挡 是啊 相比那样 也许快速的死去才是一种解脱吧 混沌的黑暗中 周全沉重的呼吸 让你仿佛已经看见了他绝望纠结的样子 而这个时候 你听到李太太颤抖着说 要不要让那些感染者咬伤自己 加入他们 应该比死要轻松一些吧 你没有回话 周全也没有 你知道李太太说的话是对的 但你也知道 感染之后那些人的疯狂 即使是深爱之人 感染后也会互相伤害 也许那个时候你们会享受这种伤害 但是 思索了一下后 你抬起头 向着周全的方向说 杀了我吧 可你的话音刚落 就听见外面传来一阵爆炸声 那只声音虽然听起来不大 像是很远地方传来的 但依然引起了你们以及屋外感染者群的注意 难道在这附近还有其他幸存者吗 很明显 此时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是这么想的 门外如同风狗一弯撞击的声音 现在也停止了 你听见那些感染者兴奋的讨论爆炸的情况 最后再又撞击了几下门后 那群按捺不住的感染者居然放下你们 奔向了爆炸声传来的地方 感受着感染者们的逐渐远去 死里逃生的你居然都有点不敢相信 这一切居然是真的 而接下来周全的拥抱 让你明白自己真的活了下来 末日以来 你第一次感谢老天让自己活着 这时那个原本还准备加入感染者的李太太 兴兴的感叹说 得亏这群弱智疯子 不会延迟满足 只是刚才的爆炸声是怎么回事 你也有些好奇 难道说周围有军方在战斗吗 可那个爆炸声只响了一次 就再也没有过其他声音了 此时的你们也想不了那么多了 现在的唯一目标就是 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逃离这片地狱 出了屋子后 你闻到村子里感染者的气息依然浓郁 你清楚 那阵爆炸声可能只引走了一部分的感染者 但由于其他什么原因 这个村子里依然有着大群的感染者聚集 为了保险起见 你和周全等人又一次绕到了村子外面 向着老刘之前留下的方向前进 李太太也一直跟在你们的身后 仿佛明白上次遇险 是因为自己多嘴的原因 从离开村子后 你就很少再听见这个五六十岁的女人说话 不过不知为何 自从离开村子 你就感觉周全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 你以为是之前发生的事情让他这样 你也能理解 毕竟原来队伍里还有三个男的 可以对付感染者 而现在只剩下了周全 于是你小声地安慰他 周围应该没有什么感染者 靠着你的嗅觉小心一点 不会再出现其他问题的 可周全只是沉沉地嗡了一下 便没有继续说话 兴许深的中爆炸 引去了村子很多外围的感染者 一直到彻底离开村子 你们都没有碰到任何其他的疯子 现在按照老刘之前的话 你们只需要再翻过一座山头 穿过一街公路 就可以到达那个传说中 有军队驻扎的医院了 随着希望越来越近 你的心情也轻快了许多 在翻过最后一个山头时 一股之前比任何时候 都要浓烈的腐烂恶臭笼罩住你们 这种酸臭异常还带着腥微的冲击 让你在爬上山坡的瞬间 胃里疯狂翻涌 最后还是忍不住吐了出来 你听见此时的李太太 好像也在肝偶出声 就连身边那个一直波澜不惊的周全 此时也不停吞咽着口水 想要压住呕吐的冲动 在将胃里本来就不多的东西 呕吐干净后 你被周全搀扶着加快步伐 穿过了这片恶臭之极的山岭 当你们离开山头来到山腰 那股恶臭终于消散了许多 你也终于有心思去询问周全 刚才的山头是怎么回事 周全告诉你 那个山头可能是举行过什么仪式 到处都是腐烂的肉块残骸 好像有动物的 也好像有人的 总之不要去想了 等到离医院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你向着周全声音传来的方向点了点头 很有意思 在离开那片山头以及村子后 感染者的味道也随之消失了许多 你不知道之前那些追击的感染者 被哪个地方的爆炸吸引了过去 但也许真的就像传闻所说一样 靠近医院就会更加的安全 从山上下来来到公路旁 周全让你等一下 接着他拿出手机 开始寻找老刘之前告诉他的方向 虽然在灾难爆发后的几天 所有网络和信号几乎全部报废 但安装在手机里的指南针等软件 倒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确定好方向 也检查了周围没有感染者的气息 经历了一番拼命逃亡的你们 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刚才恐惧和紧张激发的肾上腺素 让你再离开村子 到爬山下山都没有感觉到多少的劳累 但当放松了一刻 那些透支的体力也瞬间侵蚀了你的全身 你只觉双腿一软 要不是旁边的周全搀扶可能直接会倒在地上 另外一边的李太太就更不用说了 你听见他倒在地上不停的干呕咳嗽 对于他这个年纪的人来说 能追上你们的步伐已经很厉害了 看着你们的样子 周全表示那就休息一下吧 不过我相信现在的你一定很后悔 那个时候没有拼着命 一鼓作气走到医院吧 因为接下来即使有三四个感染者 如同踢皮球一样 大笑着踢着一个人的脑袋在公路上出现时 你才发现体力透支的身体 即使被周全搀扶起来 装腿却控制不住的发软 根本不能跑起来 就那样 那几个踢着人头足球的青年 发现你们后 如同野兽一般欢呼着冲了过来 如果是以前 队伍里有三个男的 还能想着去对抗一下这几个感染者 但此时 除了累个半死的周全 你们的队伍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战斗力 随着感染者们的靠近 那股如同死神降临一般的诡异味道 充满了你的整个胸腔 你拼命迈动着发软的双腿 想要逃离那些追来的感染者 可根本来不及 在你耳中 那些肮脏龌龊的叫骂声越来越近 现在可能连自杀都来不及了 就在这时 你突然感觉背包被什么人拽了一下 你还没有反应过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听一旁的周全怒吼一句 操你妈的海岚 然后松开你 以及李太太的惊叫 那个拽你背包的人应该就是李太太 他好像被周全击倒了 甚至连带着你的背包一起拽了下去 可就在你要被这股拉力一起拽倒时 周全冲上来扶住了你 此时的周全仿佛完成了什么事情一样 声音有些激动的告诉你 现在有机会逃跑了 说着又一次拽过你开始逃命 这时你听到身后李太太极为恶毒的诅咒 只不过在你又跑了几步后 这种诅咒变成了哀求 他大叫着想要你们回去救他一下 可很快这种哀求 就被后面追来的感染者大笑声掩盖 紧接着一副撕裂的声音 李太太的惨叫 感染者们的大笑和脏话 你不敢想象此时的李太太遭遇了什么 你也没有时间去想这一切 你只能机械的被周全架着 去重复逃跑的动作 直到所有的声音越来越小 以及那阵感染者的味道越来越淡 直到拼尽全力的周全 双腿一软 连带着你一起扑倒在地 倒在地上的你 听到周全略带愤怒的声音 他喘着粗气抱怨自己 为什么不能和那些疯子一样 有无尽的经历 自己怎么可以这么废物 你赶忙顺着他的声音爬了过去 你轻声安慰他 没事的 你现在闻不到任何感染者的味道 那些感染者应该还没有追过来 休息一下吧 等进入了医院的范围 就算追过来 也会有人解决掉他们的 听到你的话 周全叹了口气 然后你听到周全说 刚才李太太其实是被他踹倒的 然而即使不用他说 通过刚才的声音 你已经大概猜到了这些 你想要告诉周全没事 可此时的周全继续说道 他在村子里的时候 就看见跑在最后的李太太 是在拽倒老刘后 才躲开了被感染者们抓住的命运 本来想着人都是自私的 既然老刘已经死了 他也不想去因为其他人 惹不必要的麻烦 可没想到最后李太太 居然想拉你垫背 所以说到这时周全停顿了一下 接着他语气很认真的继续说道 我不算是一个好人 其实李太太就算不拽你 逃跑的时候 我就已经想让他去死了 但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伤害你的 即使我伤害我自己 也不会伤害你 听到周全说这些 你张开嘴 正要让他放心 你绝对相信他时 却觉得喉咙开始莫名的发痒 紧接着喉管像是塞进毛刺一样 你开始控制不住的咳嗽 看到你的样子 周全明白 你是哮喘犯了 正在他想找你哮喘喷雾的时候 却想起放着喷雾的背包 刚才在逃跑时 被天杀的李太太拽掉了 而接下来 听到周全从地上爬起的声音 你明白他想干嘛 虽然现在你的呼吸困难 但你还是伸出手 试图抓住周全 让他别干啥事 刚刚恢复了一点体力的他 肯定不能从三四个 感染者的手里抢出东西来 可周全却一把甩过你的手 他告诉你 自己在刚才的路上 看到了一个加油站 按照老刘之前讲过的路线 到医院最起码还有两公里左右 你以前哮喘发作过 两公里路的时间 你根本撑不下来 说着周全将手机塞进了你的手里 他让你放心 大不了就是他死了 东西也没拿到 而你也会哮喘发作 窒息而死 相反如果他成功了 东西拿回来了 大家就会一起活下去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手机他也设置好了 只要转向正确的方向 就会震动一下 如果偏离了方向 会震动两下 所以现在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 他也要去试一试 说完也不等你阻拦周全爬起身 向着来时的方向暴去 周全离开的一瞬间 你感觉整个世界都安静极了 四周没有风声 没有蟲鸣 混沌的空间里 只有你自己 而随着呼吸的愈加困难 你感觉你离这个世界 也越来越远 你想死后会去哪儿 你也不清楚 也许还会和周全见面吧 就在你感觉胸闷异常 嗓子像是被堵住一样快要传播气的时候 一股诡异浓烈的味道 随着稀薄的空气 艰难的进入了你的胸腔 是感染者的味道 还有什么东西被烧焦的味道 是那些感染者追来了吗 看来周全也失败了 不过 此时的你倒也无所谓了 这该死的世界变成了这样 没有周全 你也没有活下去的意义和希望 不过 不知为何 接受死亡的超脱 反而让你的呼吸相对平稳了一些 但接下来随着感染者味道靠近的 还有感染者狂笑的声音 如果是其他声音 你倒无所谓 可你听到的那个声音 却像是周全的 他疯狂的大喊着你的名字 他说他要把你撕碎 要把你的心脏缝在他的地底上 他要把你的皮肤剥下来 永远包裹着他 他要吃掉你身上的每一寸血肉 听到这些话 刚开始你十分恐惧 但很快恐惧就被悲伤所代替 你甚至觉得 也许真的这样也挺好的 可就在下一刻周全的声音 和他身上的感染者味道 即将叫扑到你的面前时 一切却如同断电一般 戛然而耻 坐在原地的你愣住了 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周全是被治好了吗难道 还是说 不知所措的你顾不上心中的恐惧 连滚带爬的向着周全 刚才发出声音的方向摸了过去 肉体被烧焦的恶臭 以及你指尖传来坚硬 酥脆的质感 面前的这一切 让你瞬间明白发生了什么 周全被烧死了 他的双手像是想要抓住你一样 疯狂的向前伸着 而你的背包被紧紧的绑在他的手上 已经差不多猜到原因的你 不过周全依然滚烫的残骸 拼命的抱了上去 你知道背包里有能救你的药 但你已经不想去用了 就这样死去吧 随着窒息感的袭来 你感觉到意识开始愈发模糊 隐约间 你好像听见了摩托车的声音 但无所谓了 那是什么东西 是希望 是绝望 都无所谓了 可接下来 你听到一个声音 那声音告诉你 活下去吧 周全有些话 还想让他转达给你呢 听到这些话的 你愣了一下 然后感觉 好像有人把什么东西 塞进了你的嘴里 随着喷雾的暗下 你不由自主的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 瞬间感觉 废枪被打开了 随后的生理反应 让你不由自主的 开始大口呼吸 新鲜空气 可紧接着 不能死去的事情 却让你崩溃异常 你向着来人疯狂的咆哮 为什么不让你去死 可那个自称 叫做罗隐的人 却淡淡的告诉你 周全拜托他 必须让你活着 随后 那个人向你 讲述了他看到的一切 他说 自己赶到的时候 已经晚了 他只看到了路边 几个被砍死的感染者 以及在加油站旁 浑身浇满汽油的周全 本来周全想要稳妥一些 大概自我介绍了一下 然后就让那个人 把药送过来就行 可最后 周全还是想亲眼见见你 所以 说到这时 你面前的声音顿了顿 继续导 然后周全就点燃了自己 拼命的向着你这边 跑了过去 他应该很想 让你活下去吧 毕竟感染者的话 烧死自己 也许没啥 但一个还有理智的人 去做这些 你应该也能想到 会有多痛苦吧 所以 你最好不要让周全 付出的一切 都白瞎掉 为了周全 你也应该 好好地活下去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